哈囉大家好,我是GaryGarrett 沒有四季期能要介紹我們體驗福星釋出的新角色 齊爾 那官方把他定位在刺客以及法師 特長則是突進以及收割喔 OK那我們廢話不多說,馬上進入他的技能介紹吧 被動蜂魔 齊爾的技能傷害會給目標施加風之印記 疊在三層之後會形成蜂魔印記 這些印記則會持續5秒鐘 齊爾的普攻命中蜂魔印記的目標時 則會造成額外的魔法傷害 並且刷新二技能封盾的冷卻時間 此外,齊爾的每次普攻則會造成額外的魔法傷害喔 齊爾的被動其實算是非常實用的 因為他是打一個%數的目標損失生命 並且你只要觸發印記 你還可以刷新你的二技能冷卻時間喔 一技能封刃 齊爾向前投資雙聯對岩路的敵人造成魔法傷害 降低5%的移動速度,持續1秒 雙鏈會合後會短暫停留並飛回齊爾的所在位置 對岩路的敵人造成額外的魔法傷害喔 1技能可以疊加2次的被動印記 那也是齊爾的主要喜兵技能喔 2技能封盾 齊爾使用封盾傳衝到目標位置 對範圍的敵人造成魔法傷害 2技能就是齊爾的位移技啦 經過測試,齊爾的2技能距離是非常廣的 也就是說所有的強擊物都是可以跳過去的喔 大絕、颶風 齊爾化身颶風在2秒內隨機攻擊附近的敵人5次 每次都會造成魔法傷害 命中同一個目標時,後續的傷害則會衰退至40% 齊爾在攻擊的期間無法被選中喔 齊爾釋放大絕的時候是無法被命中的 並且每一下都是可以疊加自己的被動喔 OP 技能接技呢,蓋瑞是推薦目前畫面中使用的這一套喔 那我用慢動作來做更詳細的解說 首先我們丟出1技能,再一個2技能普攻觸發被動 再利用大絕,疊加被動之後再利用一個普攻進行收割 齊爾這隻角色是非常具有殺傷力的 並且他是一隻很容易進行塔殺的角色 你可以善用你的被動刷新2技能封盾 來進行逃離戰場聖人士追擊敵人喔 OK,那本期的影片也就到此為止囉 如果各位覺得齊爾是你喜歡的角色 請你幫忙按個喜歡並且分享 如果你覺得蓋瑞的頻道做的還不錯 你可以訂閱我喔 我是蓋瑞,我們下期見囉 掰掰